你知道日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核辐射严重破坏了他身体的免疫系统 体内的白细胞都被消灭光了 现在的他没有任何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随便一个小小的细菌就能让他丧命 在医生们将他转移到无菌房后 大内就亲眼看到自己的皮肤开始脱落 这让他感到绝望又恐怖 他想安乐死 但是医生却强行给他续命了83天 医生们想干什么 你知道人被核辐射后会怎么样吗 在遭受核辐射之后 日本大内就一开始看不出太多的异常 直到一个月之后 他的皮肤开始脱落 这是体内白DNA被摧毁的症状 因为没了DNA 蛋白质就无法生成 细胞也无法繁殖 皮肤脱落后 血肉被完全暴露了出来 身体的脏气也进入了衰竭状态 为了防止身体内的体液往外流 医生们用医用胶带粘在大内就的皮肤上 大内就能感觉到胶带粘着自己的皮肉一次次分离 这种疼痛不是常人能忍受的 大内就一次一次的恳求医生给自己安乐死 但医生们就像听不见一样 不择手段的给大内就续命 大内就的肺部出现了严重的积水 医生怕他死了 就给他插上呼吸机 大内就白细胞没了 医生们直接就将他妹妹的白细胞移植过来 大内就被医生重重隔离起来 到了第59天的时候 大内就的心脏一度停止跳动 医生们却还是用各种药物和器械 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大内就还能开口说话的时候 对医生说 我不能再忍受了 我不是豚鼠 医生们还是对他的话置若网门 其实这个时候 大内就只剩下一个骨架和心脏了 皮肤和肌肉已经完全没有了 只有骨骼里的心脏还在虚弱的跳动 就算是这样 专家们还是给他做了多次心脏搭桥手术 不让他死 到了第81天 大内就的家人请求医生停止治疗 医生们也觉得 这个时候的大内就已经观察不出什么了 于是决定不再折磨大内就 在第83天 大内就的心脏再次停止了跳动 而医生们终于不再抢救他了 让他的生命在第83天结束 大内就原本不用忍受这么久的痛苦 为什么惨无人道的日本专家要强行给大内就续命呢 你觉得人被核辐射之后还能活吗 日本东海村核事件后 距离事发地点0.6米的大内就遭受到了超强核辐射 照例说他活不过一个月 日本医生却强行给他续命 83天 而医生们之所以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续命手术 完全是日本政府下达了命令 让医生给大内就续命 因为大内就这位核辐射患者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他们从来没观察过核辐射对人体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大内就就被他们当成了小白鼠 不过跟大内就一起被核辐射召到的其中一位工人 他最后治愈出院了 所以说核辐射并不是完全致死的 那么人体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核辐射量呢 核辐射实际上是一些带有高能的超微粒子 失去了约束他的力量 大量的质子中子什么的就飞速的跑出来到处乱撞 简单点说这些粒子就像子弹 被子弹打中的位置会出现动 动的位置的相应组织会破损变形失能 轻微的核辐射可以比作真头或者细小的子弹打中人 一点事没有 如果是高强度的核辐射就相当于机关枪在扫射你 你说人一直站在开火的机关枪面前还能活吗 核辐射破坏的是人体内部的各种脏器和细胞 各个脏器出血失能人就蛤屁了 一位已经从事30年核辐射防治的专家曾说过 人一年内能承受的最高辐射量就是1000微吸浮 相当于照射一次X光片的核辐射量 如果超过这个量危害极大 其实在生活中放射性污染是随处可见的 手机电脑微波炉等都含有放射性物质 为了身体健康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